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乐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七十七集 在下陈进南 道号叫金莲的老道士悠悠说道 前些日子贫道受了重创 无奈躲进京城 直觉告诉我会遇上一个能助我解决危机的人 贫道在路边等了许久 终于等来了施主 不过贫道只知施主福星高照 却不知道跟脚在何处 倒是当时马车里的那女子 气象归例万千 神华内敛 世间少有 施主赠他一枚手串 你二人将来会有一段渊源 说得头头是道 却又毫不点提 这不是神棍吗 你也像选我一样 选中天地会的其他七个人 是 我能问原因吗 老道士第一次笑了 可以 只是听了贫道接下来的一番话 施主可就没有退路了 许清安沉吟了许久 在心里权衡利弊而后点头 你说 老道士点点头 贫道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地宗 拯救地宗 施主不觉得奇怪 地宗修功德之力 贫道那位子怜师弟却想置你于死地 杀死了代替你交易的死囚 这与地宗的修行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九号杀死了我的替身 许清安神色自若 心里却升起了一股寒意 他对交易过程不清楚 委员没解释 现在才知道还有这回事 幸好没有被宝物和黄金蒙蔽心智 选择了最从心的办法 既躲过了这次危机 又表了忠心 此事关乎到地宗的秘心 施主记得莫要外传 金莲道长见许清安点点头后 没有立刻解释 而是沉默了许久才叹息道 唉 地宗当代道手入魔了 影响了几乎所有人 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小部分门人 没有被道手影响 而庇护我们的就是帝叔 入魔 许清安觉得难以置信 帝宗修功德 身为一派之主的道宗 肯定有无量功德 出门捡一两银子不过分吧 这样的人都入魔 说会这么冰冷的吗 成也功德 败也功德 金莲老道恍惚地凝视着蜡烛的火苗 道德天尊开创地宗时 留下过一句戒言 福祸无门 为人自招 善恶之暴 如影随形 说神话呀你 施主觉得救人一命 是不是功德 难道不是 如果你救了一个十恶不赦之人 他本该遭天谴 却因你出手相救 活了下来 继续做恶事 这还是行善吗 人性多变 光暗交织 不能因为见到过黑暗 就愤世嫉俗 咽起光明 我不可能在救人之前 刨根问底的去查人家的过去 这不现实 老道士 腰杆悄悄挺直 目光欣赏 施主能说出这番话 我才真正放心把帝叔托付于你 哎 常人行此原则自是没错 但对于我们来说 这是最可怕的因果 功德积累越深 因果越重 道手一生都在行善积德 甲子前他杜劫失败 因果反噬 堕入了魔道 所谓物极必反 便是此理 想以功德正道 就必须承受相应的因果 一念成仙 一念成魔 这是每一位帝宗门人 都无法摆脱的宿命 原来帝宗还有这样的隐秘 这个时候就需要儒家来教育你们了 所谓君子中正中庸 走极端是不能长久的 许清安忽然想到什么脸色一变 如果我身上的福气和帝宗是同出一员 那我是不是也有入魔的危险呢 他对金莲道长还没有掏心掏肺的信任 强忍着没有问出口 他借机探知内部消息 天人两宗不管吗 怎么说都是道门 帝宗有成魔的隐患 你认为同出道门的天人两宗 就没有相似的隐患 再说这是我帝宗的事 与他们何干 要他们多事 所以天人两宗的隐患是什么呀 一甲子 天帝会也是甲子前出现的 这与许清安查阅的资料相吻合 那道长成立天帝会 杀道手 清理门户 帝宗道手什么境界 二品 你快把镜子拿回去 老子铁骨铮铮 不受接来之使 五官深刻的老道士 似乎看穿许清安的内心想法 老道修功德数十载 大本事没有 看人还是很准的 天帝会中 包括施主在内的这八个人 将来都飞池中之物 你们分处五湖四海 将来总有一天会相遇 早些加入天帝会 结下香火之情 省得将来天交相争 出现死伤 原本对加入天帝会 有些抗拒的许清安 突然改变了心意 倘若真如老道士所说 天帝会里个个都是人才 是天之骄子 那么我混在这个圈子里 肯定会有弊意 在关键时可能起到重要作用 许清安点了点头 好 老道士呢 微微寒手 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可以通过帝书向我求援 也可以通过帝书向其他成员求助 如果他们在京城的话 互帮互助 这是天帝会成立的宗旨 另外 帝书持有者 以帝书序号为名 老道士说完 化作一道清烟 顿出房间 鸟鸟挪挪的飘向远方 医神 许清安坐在桌边 倒了杯茶 将刚才的谈话 在脑子里覆盘了一遍 目前来看 这位地宗的高手 对我并无恶意 但是这个老鹰 布局深远 草蛇灰线 你永远无法从表面 看穿他们的真正谋划 他把镜子赠予我 借打羹人之手 对付同门 然后渔翁得利 成为最大的得利者 单凭这点 就说明这个老道士 是个老银币了 但是不怕 许清安的在这方面 也有充足的经验 他已经想好 怎么为自己留后路 能对付老银币的 也只有老银币了 伪冤 这位大宦官 学府武车 能治国 能统军 能被当今圣上 扶持到这个位置 来遏制百官 足以说明 此人手段非凡 想在京城混 我必须得抱住 这根大腿 许清安打定主意后 就不慌了 他拿起桌上的 地书碎片 意识沉浸其中 混沌再次弥满 眼前是静中世界 灰蒙蒙的混沌中 悬浮着八个光点 其中一个最明亮 六号 许清安逐一点亮光运 随后退出了混沌世界 他一纸带笔 在镜面写道 大家好 我是新人一枚 请多关照 许久没人回应 有点尴尬 许清安 重新输入信息 出位 在下陈浸南 请多指教 陈兄 我通过地书联络道长 从金莲道长处 知晓了大概 多谢你相助道长 化解此处危机 小事一桩 不足挂齿 小事一桩 那天他和紫莲道士的交谈中 处处表现得懵懂 境界明显是不高的 可是却能助金莲道长 击杀紫莲夺回九号地书 这个三号 他可能本身的实力不强 但背景深不可测 六号见三号回复的云淡风轻 内心暗暗猜测 这时候 许清安看见镜面 发来另一位成员的文字信息 是二号 我最近没有关注地书传续 发生了什么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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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